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 农历11月初五 我是柯宇凡 我是丁燃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期节目的话题 分别是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 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液化的话题 分别是晴台夜线 晶晶校园 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 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 西城美丽说天方夜团 心灵港湾和文学 周二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运畅谈 跟我学粤语 职合玩乐西雅图和西城液化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HDFM98.9 Channel3 网上收听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laso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的App 或者下载 KKNWAM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全球疫情综述 辉瑞表示 其加强针可以防御奥密克戎 但这一结果是在实验室中使用 血液样本试验得出的 尚不能确定其疫苗的现实表现 一项研究表明 奥密克戎可能会导致更多突破性感染 但不一定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由于疫情风险回升 一些城市取消了大型庆祝活动 包括德国的圣诞市场 和里约热内卢的新年前夜派对 多国加入美国 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将不派高级官员参加这届冬奥会 澳大利亚和立朝晚也宣布了外交抵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他的国家将紧急随后 这一决定让这些国家 得以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不满 但成效几何仍有待观察 抵制在中国互联网 似乎已成为敏感词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 北京冬奥会不能成为任何国家 政治操弄的手工具 默克尔时代正式落幕 吉尔茨宣誓就职 德国迎来政坛新篇章 吉尔茨将领导16年来首个中左翼政府 他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 努力实现默克尔设定的高期望 他需要立即关注的几个危机 包括新冠大友情和俄罗斯威胁入侵乌克兰 法国警方闹乌荣 释放沙特男子称认错人 法国当局示范了一名 与谋杀卡舒吉的嫌疑犯人 姓名和年龄相同的沙特男子 称这是一起认错人的事件 此前一天 法国警方在戴高乐机场 将其带走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夏图地区今晚有云 南到西南风 风力最小18到14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度39度 摄氏4度 明天多云 降水概率为30% 最高气温华氏44度 摄氏7度 最低气温华氏40度 摄氏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西时间晚上9点06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批准 腾胜华创医疗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新冠病毒 综合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安巴韦丹抗注射业 及罗米斯韦丹抗注射业注册申请 据中国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 这是大陆首家 获批的自主知识产权 新冠病毒 综合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大陆国家药监局 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 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 进行应急审批 批准上述两项药品 联合用于只要轻型和普通型 且伴有进展为重型的新冠病毒 包括住院或死亡 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12至17岁 体重重于40公斤的青少年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其中青少年12至17岁 体重大约等于40公斤 适应正人群 均符合条件批准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 日前一篇报道 证实公务员大范围降薪的消息 评论人士认为 这显示中共应该是真的没钱了 不得不对自己人开刀 网易这篇报道说 公务员降薪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以及上海等地区 可能受到第一波冲击 报道说 在公务员的收入中 职务工资占比不大 占比最大的是绩效和各种补贴 报道举例 目前广东省部分 非珠江三角洲地区体制内 已完全开始缓发补贴 只保障基本的工资发放了 公务员补贴缓发两个月 老师缓发一个月 而深圳落户本科有1.5万补贴 数是2.5万 现在都取消了 深圳是全国财政最充足的城市之一 其他城市的补贴就很难兑现 报道惊叹 公务员作为铁饭碗中的铁饭碗 竟然要降低待遇 真是让人不知所措 时评人秦鹏12月8号 在大纪元节目分析中称 公务员降薪的消息 首先让人关注到 中国很多地方的普通公务员 共种收入居然能达到 20多万人民币 这确实让人无法和 李克强所说的 6亿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 联系起来 秦鹏表示 这就是崛起的红色大国的特色 大部分人用心血 养活了少数的权贵 还有数以千万的公务员 和事业编剧员工 另一方面 秦鹏认为 降薪的消息也暴露出 中共当局现在真的没钱了 所以才对自己的内部人开始动刀 今年以来 疫情 贸易战 水灾等多重的因素叠加 中国经济大幅下滑 直接影响各地的财政收入 中共总理李克强多次喊话 要过苦日子 清华大学金管学院金融系主任 李道奎 目前也喊话 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将会面临 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困难时期 继美国宣布对北京断望会的外交抵制之后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苏格兰 相及宣布将不派任何官方代表团 专家称 更多国家的加入将使中国很难推动其宣传 称外交抵制是美国领导的阴谋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周三表示 鉴于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恶化 澳大利亚加入抵制行动不足为起 他说这一决定是为了回应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 以及澳大利亚一直提出的许多其他问题 莫里森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这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这是正确的做法 他指责中国拒绝改善关系的机会 表示澳大利亚对双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 他补充说澳大利亚运动员仍会参加 英文晚舟和两个麦克尔事件 与中国发生外交纠葛的加拿大 也加入了抵制行业 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 周三宣布了这一消息 特鲁多说 我们今天宣布 我们不会派任何代表团 参加今年冬天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和残奥会 他补充说 他认为加拿大或盟国的举动 不会让中国感到意外 此前一项调查发现 78%的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 英国首相鲁里斯约翰逊周三表示 英国将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 进行有效的外交抵制 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冬奥会 他强调英国不支持体育抵制 英国在做这项决定之前受到了执政党内部和民间组织多方压力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前领导人 伊恩邓肯史密斯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欢迎 他发推测称英国政府需要做同样的事情 并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并在另一篇帖子补充说 议会中许多人都支持这样的举动 非盈利组织自由欺藏运动的政策研究负责人 约翰琼斯在一篇新闻通告中说 虽然这种外交抵制是受欢迎的 但它应该视为一个起点 只有全面抵制才真正能让中国政府 为其害人听闻的行为负责任 苏格兰政府周三确认 不派任何部长或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与美国政府一道外交抵制该活动 新西兰几个月前就决定 其外交官不会参加北京冬奥会 除了对中国人权的担忧之外 新冠疫情是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 立陶宛教育科学及体育部长 苏格日迪尼涅上月也表示 他不会参加此次冬奥会 彭帅事件中 中国的审查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他的指控直指中国不透明的 政治体制的最高层 为了扑灭议论并改写叙事 官员们用上了酒精考验的战术 这些策略让北京得以过近年来 一系列国内的政治危机 包括2019年香港的抗疫活动 以及对新冠疫情的最初的处理方式 纽约时报和ProPublic的分析表明 这一次中国发起的多层面的宣传运动 既老练又笨拙 在国内官员们利用互联网管制 删除了提及这一指控的所有的信息 并对人们可能讨论这件事情的数字空间 进行了限制 同时分析还显示 他们发动了一群关注者 众多的官媒评论员 在大量虚假推特账号的配合下 试图回击国外的批评声音 这一努力并不总能取得成功 以下就是中国如何做到 以及如何在过程中的漏洞摆突出的 首先审查人员迅速删除了彭帅 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指控 随后他们将提及彭帅指控的 其余内容尽数抹除 他们的审查范围极广 甚至连网球这样的话题 都一度被限制讨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研究互联网自由的学者肖强表示 当局在此事上 总共禁封了数百个关键词 肖强表示 这种处理方法 往往只针对高度敏感的话题 比如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 尽管审查人员大面积压制讨论 但他们还是谨慎地 保留了一些关于彭帅的内容 他们保留了彭帅的微博账户 但是通过清理搜索结果 使其几乎不可见 他们关闭了彭帅微博 以及以往提及彭帅的旧文的评论 这种策略能有效地封锁好奇者 可能用来讨论该指控的数字交流场所 肖强表示 官员们删除过其他违逆 中国政府的名人 体育明星和知识分子的账号 但彭帅的情况是不同的 他补充说 彭帅的指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他也没有直接反对政府本身 这让彻底抹除他在网上的痕迹 变得更加困难 网络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您认为COVID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 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 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COVID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 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老公 上次水管漏水 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 同保险公司距离力争 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 保险理赔太少 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 我们有执照 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 理赔专家找Tina 425-988-0388 425-988-0388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 保护环境 对 其实啊 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意的方式 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 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 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柯宇凡 我是丁燃 今天是2021年12月8号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国防部官员 加强台湾自卫是一项紧迫任务 五角大楼负责亚洲事务的首席官员 星期三说 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而且是恶阻中国入侵的关键 这位官员还说 美国的伙伴应该在地区扩大他们的军事存在 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伊利·拉特纳 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毫无疑问 加强台湾的自卫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而且是威慑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色 拉特纳还说 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海空行为是蓄意挑戏性的 增加了印太地区军队之间误判的可能性 外交抵制盟友联手 更多国家加入抵制北京冬奥会 继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之后 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格兰相继宣布将不派任何官方代表团 专家称 更多国家加入了将使中国很难推动其宣传 称外交抵制是美国领导的阴谋 更多国家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阵营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周三表示 鉴于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恶化 澳大利亚加入抵制行为不足为奇 他说这一决定是为了回应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 以及澳大利亚一直提出的许多其他问题 莫里森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这是正确的做法 美军领导人讨论中国的军事挑战以及应对方法 美军领导人讨论来自中国的紧迫军事挑战 以及应对这种挑战的方法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说 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森和陆战队司令 伯杰星期六在加利福尼亚西米谷里根统出场 举在国防谈上 就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问题发表了看法 沃姆森说 中国在网络领域取得的实质进步尤其令人不安 他说我对他们可能对我们在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 可能发动到网络攻击尤其感到担忧 我认为如果我们发生冲突 你的确可能看到 比如说我的电网或交通领域遭受攻击 或者不光影响到我们向国外投送我们军事力量的方法 还会对美国公众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拜登总统签署联邦政府减排以抗击气候变化的行政命令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将让联邦政府的规模与采购力发挥杠杆作用 使联邦政府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在2030年之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65% 并在2035年之前建立一支全电动车队 这项行政命令将使联邦政府的运作减排 这是美国政府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的指令要求在2030年之前 让政府建筑的用电100%免除碳污染 在2030年35年之前 让联邦车队的100%使用电动车 在2050年之前 让联邦政府的货物和服务合同实现无碳化 来工在宣布这项气候变化行动倡议的声明中说 美国政府将以身作则发挥领导作用 为美国工商界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 在全球清理能源经济中竞争并获胜 同时在国内创造优心工会就业岗位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12月8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953万8371人 新增157580人 死亡793225人 新增1711人 截止到12月7日晚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 7万 新冠病例为 78万7245人 新增1225人 死亡9497人 新增37人 其中金线确诊人数为 17万5564人 死亡2099人 Perser County确诊人数为 10万714人 死亡981人 Volkan County确诊病例 7万8317人 死亡1,115人 Snowholmish County确诊人数为 3万73779人 死亡811人 Fark County确诊人数为 4万6035人 死亡565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为 45672人 死亡640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为 32577人 死亡392人 Frankeling County确诊人数为 20813人 死亡183人 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 中院的人数为 43,516人 已接种 1,109,965人 5剂疫苗 在位于本市的南联合湖 西夏图和雷尼亚海滩 三个种成立之后 珍妮杜尔坎市长和社区合作 伙伴宣布延长 位于亚马逊中心 南联合湖诊所的服务时间 今天的消息是在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青少年处于危机中发出的警告信号 并与医疗保健或者是初级的保健提供者交谈 以获取行为健康支持资源 该指南是在美国外科医生就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以及大流行造成的破坏性心理健康影响的公共咨询 和53页报告之后发布的 华盛顿州越来越多的汽车催化转化器盗窃案 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 而Longville参议员杰夫维尔逊提出了一项 针对催化转换器盗窃案的法案 该法案将于2022年立法会议期间审议 将禁止废品经销商购买催化转化器 商业企业和车主除外 如果法案获得批准 将要求废品经销商在转售转换器时 确认所有权保留车辆识别号的记录 不能当场支付现金 必须至少延迟5天 西雅图市预计将于周四清除该市苦湖附近的 一个有争议的无家可归者营地 该营地在学校附近仍然完全偏离时扎根的 在该市西雅图公立学校居民和倡导者之间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局势 希望结束臭名昭彰的营地清扫 11月初SPS表示 在与非营利组织任何帮助合作后 该营地在12月中旬拆除 周三的初步结果显示 西雅图选民以微弱优势支持罢免 社会主义市议员 Karsama Sawant 这位煽动者推动该市采用数美元的最低工资 并因激进的政治策略激入了许多人 截止周三下午 50.31% 约19,733的选民对罢免投了赞成票 49.69% 约19,487的选民投了反对票 King County Election表示 预计还会有1200多张左右的选票 其中大部分将在周四公布 来自金线的最新信息表明 Omicron变种正在社区内传播 金线公共卫生局在周末确认了这一病例 华盛顿州卫生部表示 在全州一共已经发现了三例病例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云 南到西南风风力每小时8至14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30% 最高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最低气温华氏40度摄氏4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也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12月9日4点 德国当地时间8日 晚上9点 2021二二赛季欧冠一组第六比赛日展开争夺 拜仁慕尼海主场3比0完胜巴塞罗那 穆勒萨内和穆夏拉先后进球 拜仁夺得全胜 巴塞将参加欧联杯主场2比0取胜的基辅迪纳 主场2比0取胜基辅迪纳的本费卡 获得小组第二出现 北京时间12月8号 篮往后来居上 在落后17分的情况下翻盘 特场以102比99击败独行侠 凯文·杜兰特拿下了24分7个篮板 詹姆斯·哈登几乎三双 得了23分12次助攻和9个篮板 拉玛库斯·阿尔德·里奇15分 帕蒂·米尔斯10分 12月8日 中国女足备战亚洲杯集训名单公布 王霜领贤、刘洋球员唐嘉丽、沈梦宇入选 北京时间12月8号 FIBA官方公布了2022年 亚洲杯分组抽签分党 中国南兰位居第一党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原定于今年8月举办的国际蓝联亚洲杯 被推迟至明年举行 在昨天更新了南兰世界排名之后 FIBA也公布了2022年亚洲杯分组抽签分党情况 财经方面的消息 沈梦宇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 35.32点或0.10% 报35754.7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00.07点或0.64 或0.64% 报15786.99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 14.46点或0.31% 报4701.21点 截止发稿 硅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下跌2.0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783.3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上涨0.86美元 收于每桶73.22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上涨0.78美元 报收于每桶76.61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49861.21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止到发稿 上证指数上涨32.16点 报3668.55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6.41点 报2427到24274.70点 日经指数下跌42.09点 报28818.53美元 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634.59元 据外媒报道 美国当地时间周三 苹果公司市值接近3万亿美元 苹果市值超过英国GDP 这使得其成为相当于 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苹果市值一年多 前刚刚突破2万亿美元的大关 知情人士称 纽约地标建筑之一 有爱马仕公寓之称的 麦哈顿豪华公寓大楼 American Culper Building 将以约8.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 纽约最大的住宅交易之一 美国最大的独立油气公司 戴文能源周三宣布 其1600名普通员工将会得到 一份意外的节日礼物 每人1万美元的奖金支票 戴文能源是今年标普500指数 表现最好的个股之一 今年迄今股价飙升约185% 今年迄今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约48%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的新闻节目是由 柯宇凡和丁燃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新闻路易 俊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信用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美国故事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元 您认为COVID对儿童的影响 不及对成人大吗 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 是相同的 事实上 每五个新增的COVID个案 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 和家人的最佳方法 现在还推出了专为 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